你好 我是小燕 今天我们来关注施拉越狂犬病的疫情 施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拿督阿玛道格拉斯宣布 狂犬病为第二级灾难 道格拉斯是于昨天在施拉越政府会议中提成此事 这些决定是鉴于如今施拉越已经有16人感染狂犬病 其中15人不幸丧命 另外1人还在病危 目前施拉越除了林梦省还未被攻陷外 已经有61个地区列为狂犬病疫区 第二级灾难的管理将涉及在同一州署内扩散超过一个线 并需要州级的协调和动用资源以及中央级有限的协助 作为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道格拉斯 将确保所有行动的有效及有次序的进行 同时施拉越州警察总监以及施拉越校整局总监 将分别出任灾难管理委员会政级副指挥 由于沙拉越在每一次展开狂犬病控制措施时 都会引起一些课题 因此就有建议改善狂犬病疫情控制的行动 并引用国家安全理事会第20项指示 以更有效及全面的杜绝狂犬病疫情 有关的指示包括 1.更有效的人类狂犬病例管理 2.狂犬病的省觉及风险传达 3.综合性的狂犬病控制 包括对流浪狗采取行动 4.提升诊断设施以及加强监督活动 5.加强执照颁发以及狗只疫苗注射 6.增加人力以及所需的物流 在这非常时期民众受诉 不要让狗只在外自由活动 同时劝请狗主在没有获得 周受疫局的书面批准下 不允许将狗只带离疫区 唯有全民携手合作 对抗狂犬病疫情 才能保住人民生命安全 谢谢收看 我是小燕